哈喽我是你们最爱的摄影博主季老师 最近火遍各个社交平台的拍照方法 大概就是系统相机 开闪光灯 加反差色调的滤镜吧 这样拍照似乎简简单单 就能拍出焦片空的感觉来 但是季老师想这一次悄悄教给大家 一个升级般的闪光拍照方法 下午和朋友去花鸟市场转悠 灵感一来 喊朋友给我拍几张系统相机 加闪光的照片 因为是在室内拍照 手机的闪光灯有局限性 所以构图就特别讲究 拍人像的时候最好离人近一点 到胸部这边差不多 头顶留三分之一 人占三分之二 根据当时的环境 做出适当的动作和表情 我妈习惯摆出一副性冷淡的脸 因为这样看上去比较高了 预览一下手机拍的原片 闪光灯打在脸上 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油腻 反而还挺白的 既然说要将你们升级版 你们继续往下看 我们加闪光拍照 就想拍出以前爸妈那个年代 用傻瓜胶片机加闪光的效果 那胶片感肯定少不了 右下角那个小日期 我这边就强烈安利你们一个APP 一闪 是我最近的心头爱哦 系统相机加闪光拍的照片 特别适合一闪的电影色调 还有胶片色调 不信你们可以试一下 选一个帕萨迪娜这个色调 照片阴影的地方 放一点绿色 会更有胶片的感觉 剪一点曝光 加一点胶片颗粒 再加个日期 它还有很多漏光的效果 好了保存照片对比看一下 真的超级像傻瓜胶片相机 拍出来的效果了 把今天所有照片都筋批一下 这些照片是不是比直接开闪光灯 加反差效果 看上去更像胶片一点呢 好了这一期就到这了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